说完了本期关于石油的话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的投行仓单 他们有做出哪些单子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VCR看看福音和福亏排行榜 截至周五上午十点钟 投行外国仓单福音排行榜上 大摩英镑对澳元多单 瑞朗对日元空单 以及法诺银行欧远对瑞朗多单 福音均超过100点 本周英镑继续受到脱欧消息面的提振 目前来看 英国和欧盟大声脱欧协议的概率很大 消息表示中 英国首相特雷沙美对内阁称 脱欧协议接近达成 相应的在福亏排行方面 路透做空英镑对美元的仓单 属于福亏状态 花旗澳元对美元空单位居末尾 美纸在白宫再次抛空美联储 加息的打压下走软 是支撑澳元反弹的主要原因 此外大宗商品通合铁矿石价格走高 也对商品货币澳元构成了有力支撑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两张仓单 都来自于摩根士单里 首先就是位于福音排行 首位的英镑对澳元的多单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它的开仓位是在1.8395 支损位设在了1.790 目标位设的比较高 在1.950 目前大家看到的这个区间 就是它的一个盈利了 大摩这张仓单 其实是出于一个基本面的分析的长线布局 所以我们刚说它的目标位设的还蛮高的 它认为澳元依然是处于一个下行的轨道上 全球融资成本的上升将令澳元更加难以回调 因为它对美国的融资成本的变动会非常敏感 此外大摩认为澳大利亚的经济数据是持续恶化 尤其是房产市场方面的数据不能够达到预期 而英镑就不一样了 托欧形势目前向好 再加上英镑跟油价的关联性非常的高 最近的油价走势也将给英镑带来一些支撑 不过大摩的开仓时间是在上周五 我们刚刚VCR里也提到 澳元本周也是受到了一定的支撑 所以从行情图上也可以看得到 英镑对澳元是有一段下行的趋势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大摩这张仓单 接近200点的复营 而且目前行情距离大摩设置的目标位 还有不小的距离 投资者不妨综合基本面的动态 来参考一下它的点位设置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 第二张刚刚也说了 也是来自于大摩的 那这个也是大摩成功捕捉到的 外汇行情的一个分享 大摩是在9月21号做多了欧元对瑞郎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开仓位当时是在1.1293 直随位设在了1.118 那目标位是在1.165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分的区间呢 则是属于它的盈利区间 当时他们关注的因素呢 其实是在于意大利的预算赤字会小预期 这会导致意大利的PDP的这个债券的价格 而意大利的PDP的债券与得债的利差缩小 会降低欧元资产的风险溢价 并且推动一个资金流入 从而来支撑欧元 那瑞郎方面呢 他只看了一个因素 就是瑞士央行依然维持鸽派的一个立场 可以说啊 大摩对于欧元的这个分析角度啊 还是比较特殊啊 我们也是比较少用到的 那投资者呢 也可以来参考和补充一下 目前这张仓单呢 已经是今天早上离场了 盈利178点 还是算不错的成绩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外汇仓单了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投行做仓单 那也可以去我们的数据中心 那里会更加的全面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观看